葵花鱼 这道菜因为形状像葵花 所以取名为葵花鱼 选用的主料是 熟鱼肉 鱼蓉 青椒 冬菇 蛋糕 少酒 精盐 味精 白糖 鲜汤 水淀粉和鸡油 具体制作方法是 在鱼蓉内放精盐 味精 烧酒 然后拌匀 黄蛋糕 绿青椒 分别用小刀 刻成葵花瓣形 在盘内放入鱼蓉 然后抹平 鱼蓉 在上面放改好刀的熟鱼肉 然后抹上一层鱼蓉 用香菇丝 码成葵花籽的形状 在周围摆上蛋粒做成的葵花形 上蒸屉 鱼蓉 蒸好以后 马上青椒 炒锅上火 打底油 加入清汤 精盐 味精 放入料酒 放入料酒 待水烧开以后 加入水淀粉 勾成薄芡 淋上鸡油 然后浇在葵花鱼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刀工要精细 成菜要低真 这道菜的特点是 刀工精细 形似葵花 造型逼真 口味咸鲜嫩 黄白鸿三色相间 刀工精细 成菜 人